真的而且明杰 这个习近平强调的是反对台独 那强调台湾的这个议题是美中的第一道红线 可是呢这个拜登 仍然回到这个绝对反对中国武力 胁迫台湾的这个定位定调跟路线 但是他也特别强调 他说呢中国短期没有必要这个胁迫台湾 那换句话说 双方仍然是各自回到一个各自的 这一个态度底线的呈现 对我们观察这一场拜习会 其实基本上来讲 如果对美国或拜登最重大的意义 就是先确认习近平 近期应该不会对台立即动武 这样的一个等于说讯息 那当然为什么会讲说 这个是他主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因为最近解放军我们看到 那媒体报导说 不只是这一个近期平民在台海 出动最多63架次 这样的共击逼迫台湾之外 当然还有先前更早之前 有外传说台湾东面海域 美中之间双方各出动 分别是300架跟100架次 合计400架次这样的一个共击 在这个地方相互的角力 那更不要讲说习近平 在中共二十大之后 身着这个迷彩服一副 要准备开战的这个姿态 所以这些动作 当然也会让拜登 这个解读 是不是这个习近平 有意在近期对台动武 但是透过拜习会 他获得了一个当面 他认为是明确的消息 那主要另外除了确认 目前不会台海 应该不会有战事爆发之外 当然也在透过安抚 跟同时警告 这个习近平 也是在阻止未来 不会这个进一步 用军事的这个力量 想要来并吞台湾 因为我们看到 拜登为什么在谈话中 谈到这一个一中 他的所谓的美国一中政策 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但是他也同时提到说 反对中国用胁迫的方式 来这一个压迫台湾 而且同时也讲到说 这个台海的这个和平 就是这个全球的这一个利益 那这些都在反映回过台 习近平在这个拜习会的时候 谈到说台湾的是 是中国人 是中国的内政 所以双方其实很明显的 都把红线划在台湾 所以这一个部分 当然美中未来 势必也会在台湾继续交锋 那这个部分其实 从本质跟这一个利益上面 其实双方在台湾问题上面 都有所谓的核心利益 跟冲突的情况之下 所以这一场拜习会 当然不会让美中关系 又因为这样有根本性的转变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我认为 对于习近平来讲 他当然也想要利用这个场合 那最重要当然不是 在这一个改变对台的立场 或对美的态度 当然最重要 他是要大内宣跟大外宣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场合 表示说 他跟美国已经可以平起平坐 其实从很多的蛛丝马迪 周边的一个状况 包含像 我这简单谈一下 他这一次把这一个 他的这个总统防御坐车 也运到印尼 其实这就是比较过去美国总统 把他的野兽防御坐车 他在海外防御的时候 都会到现场 这样一个大国的姿态也展现出来 这些都是在对外这个表现说 他跟美国已经可以相互抗衡 那实际上这样动作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 虽然会谈了三个多小时 将近四个小时 但是其实内部 谈的内容都是各说各话 而且谈的我认为 不只是台面话 很多都是假话 我举例来讲 像习近平还特别在会中强调说 自由民主人权是中国共产党 一贯追求的目标 这样的话听得下去吗 根本不要讲骗小孩 小孩都不会相信 那他也对美国强调说 中国绝对无意挑战美国 那也不寻求 这个来改变国际的秩序 那根本跟他实际的这个动作 完全是相反 他就正在挑战美国 那拜登当然也是不是审邮登 他同样也是用这个方式 在对中国讲到说 他也不寻求跟中国进行 所谓新冷战 那不寻求强化盟友来反中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 实际的动作 也是在这一个跟盟友 共同结合来反中 所以他也强调说 这个美国不会无意 来这个围堵中国 也不会阻止中国经济发展 当然事实的发展也是相反的 所以双方都在 你来我往都在讲中 外交上面的辞令跟台面话 那实际上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那双方都在划红线 但是也都企图在踩对方的红线 而这一个交锋的位置 就刚好落在台湾 所以台湾未来 我们观察台海的发展 当然这次拜席会 对台湾还是有正面的意义跟价值 就是这个拜席会之后 当然对于台海情势 而暂时因为美国的出面 应该是可以稍微缓和 但是未来长期的发展 当然还是充满了 这个风险跟变数 那美中的角力 我认为这场拜席会之后 最后还是会回归所谓的基本面 所谓的基本面 就是军事实力 换句话说 双方拜席会现在谈一谈 回过头去 大家还是练兵备战 特别是军事的部分 你看到习近平在这一次会面里面 因为谈到说乌克兰问题 俄罗斯有没有可能动用核武 他也还对外强调说 核武用不得 核战打不得 但是你看接下来 解放军会不会加速来扩充他的核武 美军会不会加速来更新他的核武 绝对会 所以回过头来 当然各自备战练兵的动作还是会持续 所以我刚刚讲说拜登当然也不是天真 那轻而 这个轻易就相信习近平跟他讲说 现在没有意识要对台动武 但实际上绝对会做好准备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对台湾跟美国来讲 最好当然也是要全面强化自我的防卫能力 跟美军强化他自己的军事实力 来克阻中国武力犯台 那当然最近我们看到 美国的整个国会 中间其中选举改选之后 当然现在外界关切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对台政策上面出现变化 不过华盛顿邮报有报道说 今年度 明年度2023年的 这一个国防授权法 NDA法案里面就有条文 其实很明确提到 因为过去鉴于这个俄乌战争 乌克兰获得美国军演的速度太慢 所以现在希望在台海战争爆发前 就先能够提供台湾足够的武器 所以相关条文其实有规定 可以授权美国总统 这个自己直接可以决定说 提存美国库存的武器 每年有10亿美元的这样的额度 直接军援台湾 第二个做法是 可以有 如果库存武器不足的情况之下 也可以每年拨款20亿美元 来采购这个相关武器 然后军援给台湾 不过这两个动作 当然外界都 这个美国很多国外议员 挺台议员都支持 但是也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条文跟项目 但是实际的这个预算 却没有编列这一笔预算 那这种情况 到时候没有钱该怎么办 那现在他们谈到说 其实最后关键还是在拜登身上 因为拜登可以向国会请求 用紧急拨款的方式 那直接拨款来采购 或者是提拨库存武器给台湾 那这部分 当然也是看 拜登未来要如何来做相关的决定 好我们稍后回来 再见 再见